总共预计要 目前撤离3000多个 但总共预计要撤离多少人 1号防灾会议 总统赖清德听完花莲县长徐正卫报告之后 追问撤离的人有没有少 因为这根县府给他的账面数字有落差 撤离3000多个这是全部撤离的 已经撤离3000多个 但是花莲县政府要撤离的总人数或总户数有多少 我们全部的保全户一定是优先来撤离 我知道但预计要撤离多少人 户籍内的有5884人 目前中央应变中心所掌握的 贵县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要到8000多位 目前只撤离3000多个而已 户籍人口是5884人 实际居住是3061人 确认一下到底花莲县境内必须要撤离人数有多少 两人一来一往对了六回 赖兴德还要徐政卫再去确认撤离的情况 外界解读火药味浓厚 还有蓝营立委加入战局 批评总统想立威 徐政卫也这样觉得吗 会不会觉得比较委屈一点被点名了六次 不会啦我想这也是总统关心嘛 为什么他的数字是8000多 那我们实际上撤离了3000多 他也会担心 徐县长他在报告的话是3000多人 8259这个数目字呢 也是花莲县政府报上来的 花莲县政府以及他们有辖下的很多乡镇公所 在报所谓的急在人不在 要再确认清楚 然后我们才知道真正的撤离人数 根据花莲县政府承报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资料 县府最初承报撤离人数 表格加总8259人 但县长徐政卫和总统视讯连线 却坚持只有3000多 为何落差这么大 原来人重复算了 总统那边的手上的数字是有累加的 那这累加8000多人是有很多的事会重复 那我们也全力在撤离我们的浅市溪流 和我们的大崩塌区 县市地方政府可以跟辖下 人有没有在现场的部分能够确实掌握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赶快做预防性的撤离 县政部也要各乡镇清查灾害浅市区的人口流动 毕竟每个数字都代表一条人命不可轻忽 明镜献探 terminals讯出